第三集 孙 铃声响起请坐好 蜘蛛侠国学小夫子要开课聊 我们今天继续来讲百家姓的孙姓 诶 诸位弟子 有时知道历史上孙姓有哪些代表人物呀 蜘蛛侠小夫子 这个我知道 鬼七十二变修得火眼金睛 一个金督就能翻十万百千里 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孙悟空 诶 小蛋蛋同学 你说的这位孙行者的确厉害 但他只是西游记里的神话角色 并非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人物呀 诶 历史人物 那弟子实在不知道了 还请猪猪小小夫子赐教 嗯 既然小呆呆同学如此屈心求教 那我们就回到唐朝 见一见阳王孙思渺吧 超级棒棒堂 快来帮帮忙 哇哼 我们已经来到了唐朝的五台山脚下了 嗯 哎哼 嗯 蜘蛛小小夫子 你小心一点 嗯 嗯哼 失策失策 不碍事 不碍事 哦 诸位弟子留意 故事要开始了 姑娘 你死得好惨啊 哦 蜘蛛小夫子 我们是不是来晚了 人都进棺材了 那白发神仙背着葫芦 来里活泼上路了 哎呀 那老人家不是神仙了 他正是我们今天故事的主角 名音 孙思渺 大家不要难过 棺材里的人还有救 哎 明老就别安慰我们了 人呼吸都没了 神仙来了也救不活啊 没呼吸并非就没救了 别耽误诊治 快放下棺材 让我看看病人吧 咦 这病人肚子好大啊 哦 我知道了 他是痴称得胃病了 小呆呆同学可别胡乱诊断哦 人家姑娘挺着大肚子 是因为怀上了小宝宝 嗯 嗯 原来是这回事 好险啊 我若来迟一步 这母子阿仁可就真的活不成了 大家让一让 我要十针救人了 好 好 都让让 哦 一根小小的银针 就能把人救活哦 哎哟 可别小瞧了这一套银针疗法 它可是从古代一直流传到今日的针灸疗法哟 你仔细看看 孙思淼每一次扎针转针 说法可都十分精巧 死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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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活 活过来了 我 怎么躺在棺材里了 真是天降神医啊 不仅姑娘没事 姑娘肚子里的胎儿也保住了 天呐 真叫真神医啊 这么快就能救活两个人 诶 猪猪侠小父子 不如你把脚给孙思苗 咦 小父子人呢 呃 孙妖婆 您好呀 我脚别成这个样子 您老人家能治吗 行啊 没问题 哇 一下治好了 神医神医 我多年老气喘 唉 能治吗 我也想治这老骨头 但哪来的钱呢 没关系 都能治 都不要钱 不过 要请排好队 一个一个来 人人有份 人人有份 嗯 孙思苗真不愧为药王呢 医术好 人也好 是啊 但孙思苗最伟大的地方 还在于其写下的医学著作 千金方 把自己所有诊治经验 无偿奉献出来 造福百姓 直到今天 还有医学家在参考研究 千金方的疗法呢 哇 那我看完千金方 岂不是能像孙思苗那样 难以真扎扎扎 去当医生救人吗 唉 万万不可啊 做针灸 可得找专业医生 小朋友们 千万不要轻易尝试 拿针扎自己 或是别人哦 嗯 好吧 不过孙思苗 真是太厉害了 用他来当孙姓的代表 真是最强大不过了 诸位弟子 可记住了吗 那好 我们接着讲 哎呀 时间真不巧 看来于下的心事 只能热后再讲了 诸位弟子 我们下堂课再会 请令 行师生礼 多谢猪猪小小夫子 弟子贝贝 告辞了